下一個要上的東西叫做硝酸 硝酸主要有一堆的顏色你要背 硝酸純的硝酸是沒有顏色的液體 有虎蝕性密度看看就好了 但是它常常會呈現微黃色或說呈現黃色 那是因為它會有字型分解出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請你要記住二氧化氮是紅棕色的 我們在後面教化學平衡的時候 它會再出現一次 它後來會再出現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那因此然後呢它是會字型分解 因為它受到光它就會分解出來紅棕色 而且二氧化氮是有毒的 因此我們說要把它放在棕色瓶裡面 或者說放在深色的瓶子裡面 就是要避免光照所產生的分解作用 所以你要去背二氧化氮是紅棕色的 而使它看起來會偏黃 因為沒有那麼紅所以看起來是黃黃的 要知道它受光之後會產生 紅棕色有毒的二氧化氮 因此要放在棕色瓶裡面 這都是顏色你要把它背起來 背起來 這是硝酸的第一個狀況 好一個狀況 同時 硝酸可以很多的金屬作用 但是呢 濃硝酸跟吸油酸的作用不一樣 我講過的酸很討厭 濃酸跟吸酸反應常常會不一樣 上次講硝酸也是一樣 濃硝酸跟吸油酸的反應不太一樣 高中會學更多更複雜 那高中再說了 像銅跟銀硝酸會產生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但是跟吸酵酸產生無色的一氧化氮 這顏色也是要背 紅棕色二氧化氮 無色一氧化氮 一個是濃硝酸 一個是吸酵酸 所以銅跟硝酸會作用 你們現在的生科可能沒有在做 以前有人用那個板子 要去洗電路板的時候 就會用到這個反應 就會用到這個反應 OK 這考試也考過這個反應 就是硝酸 銅是會跟硝酸作用的 銅跟銀都不是我們前面交過的 活性大的精傳 記得嗎 銅、銅、銀、鉑、金都比青來的小 可是這個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反應 銅會跟濃硝酸跟吸硝酸都作用 那記得不一樣 一個是紅棕色的二氧化氮 一個是無色的一氧化氮 濃嘛 就多一點嘛 就二氧化氮嘛 吸嘛就少一點嘛 就是一氧化氮 這樣背也蠻快的 OK 背起來 顏色反應背下來 好 所以我們做 剛剛講過 可以用這個來去做電路板 洗機密電路 好 以前的學生有實際做過 然後你現在考試也考過這個 知道一下 銅跟酸的作用 這裡做了一個整理 有一些現在不太焦了 但是你知道會比較好 銅加濃硝酸產生紅棕色二氧化氮 銅加濃硝酸產生 濃色的一氧化氮 銅跟濃硝酸 講過了會產生二氧化氮 前面交過會產生二氧化氮 它是一個有臭味 銅跟濃硝酸 沒有作用 銅跟濃硝酸沒有作用 銅跟濃硝酸沒有作用 銅跟鹽酸也沒有作用 不管是濃鹽酸還是西鹽酸都沒有作用 不管是濃鹽酸還是西鹽酸都沒有作用 像這個銅加濃硝酸這個反應現在不太焦了 不過還是跟你講 然後你能夠背下來 OK 硝酸是濃跟西都有作用 硝酸是只跟濃硝酸有作用 跟西硝酸沒作用 鹽酸是不管是濃鹽酸還是西鹽酸 通通都沒作用 把它背一下看一下記住 好這也是一個顏色 濃硝酸遇到蛋白質會產生黃色蛋白酸 黃色蛋白酸 這個我曾經被害過 我好像跟你們在講實驗室的時候 跟你們講過嘛 對 用那個手拿了抹布 抹一抹 有些手刺刺的 就發現 然後呢 因為有一個豬腦袋 拿那個抹布去削酸 然後呢 沒有洗乾淨 另外一個豬腦袋就是我 就用手去摸它 結果我摸完以後 我手就變成一條一條 抹布折痕的黃黃的 而且洗不掉 因為它是跟你的肌肉 把在一塊 你等一下等它自然的新陳代謝 它才會 才會不見 所以銅加濃硝酸 碰到蛋白質產生黃色蛋白酸 這個未來還會再繼續講 後來說代表叫做網水 網水叫一硝三鹽 一硝三元 網水 一份的硝酸加三份的鹽酸 的比例混合 叫做網水 它稱為網水的原因 是在歷史的過程中 我們想要把金屬溶解出來 銀不容易溶解 後來發現 我可以把銀溶解叫N好 可是金牌是沒有辦法 最後終於發現它 一份硝酸加三份鹽酸 配的東西 可以把黃金融解出來 所以它好厲害 好特別 所以把它叫做網水 不代表它的酸性是最強 不代表它的腐蝕性是最高 不代表它的腐蝕性是最高 不是的 不是的 好 所以 用那個解離的程度來說 酸性最強的是氫弗酸 氫弗酸 好它只是因為它可以溶解黃金 所以把它叫做網水 把它叫做網水 把它叫做網水 OK 一硝三元 以利 知道一下可以了 最後 就是它叫做國 它就是硝酸可以用來做黃色炸藥 三硝七甲本 還有硝酸甲 硝酸甲這個東西用途很廣 很廣 可以拿來吃 可以拿來炸 可以拿來土 炸 炸就是做炸藥 炸藥就是炸藥 好吃就是它可以有防腐的作用 OK 所以硝酸甲可以拿來做炸藥 黑色火藥 可以在座來種田 做假肥 也可以當做肉類防腐劑 所以我說它用途還蠻多的 可以吃可以炸 可以吃可以炸 那 因為它可以做T 它可以做黑色火藥 炸藥跟黃色炸藥 TNT三硝七甲本 好 所以我們就把硝酸叫做國防工業之母 所以基本上硝酸是管制藥品 因為它可以用來做炸藥 所以它是管制藥 OK 叫硝酸 剛跟你講過了 硝酸的重點是有一坨拉苦的顏色要背 紅棕色啦 無色啦 黃色啦 什麼時候才是什麼東西啦 就把它背起來就可以了 是這樣 這裡有人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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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